照顾他的新生儿马吉 但他可能无法容忍和一只带着幼崽的下级雌性同处一室 吉娜此时还很安全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凯文必须密切注意这里的情况变化 凯文最近在训练的猎狗是三个月大的霍莫 今天动物训练员海尔格·范德梅瓦 一直在努力跟上这只精力充沛的小猎狗的步伐 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玩耍就是生活的全部 他是第一只我们所有同事都喜欢的猎狗 有点小个性喜欢到处恶作剧 但绝对不会受惩罚 因为他的小脸蛋实在太可爱了 但是小霍莫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在他只有几天大的时候 就被迫离开了母亲乌诺和姐姐马吉 猎狗幼崽出生在一个雌性地位高于雄性的母系社会中 雌性幼崽的高丸激素水平很高 所以个头比较大 脾性也比较好痛 一出生就急于争权夺利 如果母猎狗生下一雄一雌两个孩子 那么通常雄性会服从于雌性 从小就是这样 小猎狗一出生牙齿就已经长齐 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由于不断遭到姐姐马吉的撕咬和折磨 霍莫根本吃不到奶 如果再让他留在这个家里 他只有死路一条 多亏了凯文的介入 霍莫才有机会开始新的生活 成为他们猎狗种群的形象大师 哦 别咬我 可逮到你了 等他长到一岁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被放归到族群中 想到处跑是吧 两个星期过去了 凯文有些担心 猎狗孕妇吉娜还没有生产 我总感觉好像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 有时候她看上去挺像怀孕的样子 有时候她的身体好像又有点瘦 你今天看上去有点瘦 是吧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吧 我就像一个等大孩子出生的父亲 我只能等 因为你什么都不说 吉娜的预产期已经超过了12天 凯文决定再给他一天时间 再不行就得请手艺了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狮子园里 猎狗吉娜四个月的孕期 已经延长了12天 这让凯文十分担心 那儿怎么了 这几天她一直在巢穴入口转悠 其他猎狗也都显得 躁动不安跑来跑去 吴诺 是不是你在捣乱 啊 我担心的是 这个围场不够大 两只雌性猎狗 没法在这一个围场里 抚育后代 出什么事了 你要给我看什么 怎么了 你在那儿生宝宝了吗 怎么回事 吉娜守护着洞口 这表明她也许已经生下了孩子 但是凯文最担心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嘿 你干嘛 嘿嘿 吉娜确实已经产下幼崽 这只熊猎狗的叫声是一种警告 乌诺杀死了吉娜的孩子 哦 嘿 走开 这里出了点小问题 嘿 她的叫声引来了其他猎狗 这不是肉 这不是肉 这家伙不想让我靠近她 嘿 冷静点 冷静点 出于母性本能 吉娜依然保护着她死去的孩子 出什么事了 你在跟谁说话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气氛越来越紧张 你怎么了亲爱的 凯文必须得小心 出什么事了 别这样 她显然是在警告 离她远 给她留点空间 给她留点空间 好的 你也看到了吧 这里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变化 她肯定认为 我跟这件事有关 但愿 我没有毁掉 我和她的关系 失去这只小猎狗 对凯文来说 是一个双重打击 这只小猎狗很特别 因为 她是吉娜的孩子 吉娜很有个性 我一直期待着 能照顾她和她的孩子 在猎狗群里生活 必须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 精心的照料 特殊的玩伴 小货末能否顺利成长 重新回到猎狗群中 野心的觉醒 猎狗 自然密码 正在播出 非洲草原 跟拍美丽大猫 沼泽狮群 猎豹家庭 还有花豹猛女 他们身上究竟会发生 怎样的故事 全新的拍摄方式 是否能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惊喜呢 大猫群追踪 续系列 自然密码 下周播出 吉娜的孩子死后 凯文用全部精力 去抚养三个半月大的霍木 哦 真好吃啊 霍木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 它身上有我所能想到的 小猎狗的所有特征 毫无疑问 凯文已经爱上了 这只调皮的小猎狗 来喝呀 每只猎狗都有自己的个性 但霍木的个性要更强一些 我们的关系会持续一辈子 不会说断就断 与此同时 霍木的姐姐马吉 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群体生活 他开始短时间的离开 出生的洞穴 也开始了解自己 在群体中的地位 而霍木则远离其他猎狗独自成长着 如果将来终究要把霍木送回猎狗群 那么尽早让它和其他动物接触 就变得尤为重要 臭窝窝我们来了 他即将见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玩法 看看谁来了 看看 我们周围没有小猎狗 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 让它和小狮子一起玩 虽然小狮子的个头比它大得多 但霍木显然并不反处 他们很快就打得火热 真让人不可思议 他们会抢牛奶喝 抢东西吃 完全像是一家子 可以说霍木很好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在野外 这两种竞争捕食者的幼崽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交流 在这个混杂着不同种类动物的游乐场上 你能看到的就是争强好胜 追逐大老 在回到出生的猎狗群之前 霍木需要掌握这些重要的技能 经过这几周的相处 凯文和霍木已是亲密无间 对凯文来说 霍木绝对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猎狗 你这个淘气包 小淘气包 哦 瞧瞧 你长得可真快 是吗 这只四个半月大的猎狗 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你瞧 它的皮毛原来是深褐色的 现在长出了很多小斑点 这些新长出的斑点是斑猎狗的标志 长出斑点是成长的一个标志 第二天早上 一家野生动物园给凯文打来电话 他们急切地想为两只雄性小猎狗找一个家 狮子猿的猎狗群将敞开怀抱 迎接这两只小猎狗的到来 我们很高兴接受这两个小家伙 当天晚些时候 凯文的同事海尔格把两只幼崽带回了公园 他们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这对猎狗兄弟只有一个月的 他们的母亲在生他们时难缠死了 又在呼叫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们饿了 嘿 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 我想了几个名字 你觉得 蒂卡和邦哥怎么样 不错 你喜欢 我喜欢 今天对五个月大的霍莫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凯文第一次带他去见猎狗群 汽车将从他的猎狗家族旁缓缓时过 这是他回归猎狗群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 霍莫也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公园里的其他住客 和往常一样 他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靠着窗户睡着了 你应该兴奋才对啊 怎么打起瞌睡来了 但是当他们进入猎狗群后 霍莫变得兴奋起来 他嗅到了猎狗的气味 脖子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非常兴奋 一下子变得很活跃 自从被营救出来后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猎狗 那是你姐姐 快看你姐姐 个头不一样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霍莫离开后就没见过马吉 看那儿 马吉也长出了斑点毛皮 他正在巢穴外面探险 那个就是你姐姐 看那儿 你现在比他个子大 对吧 你个子比他大 接下来的六个月 霍莫将安全地待在汽车里和猎狗群交流 在这之后 他就应该有能力控制局面了 不过把这么小的寻寻猎猎狗 送回由雌性主宰的猎狗群 总会有风险 看看外面 如果猎狗太小 你把他送回去 他会被杀死 但如果太大 他的一些行为习惯又很难改变 别担心宝贝 就到这儿吧 别想吓唬他 凯文会仔细考虑霍莫的放规问题 霍莫开始显露他的本色了 当他回归野外时 他需要充分展示这样的风采 过来伙计 你在干嘛 嘿 你在干嘛 你又在欺负小狮子了吗 是吗 你这个淘气鬼 嘿 嘿 看来是时候给你吃肉了 我该给你吃肉了 是吧 现在该让霍莫的牙齿真正派上用场了 虽然猎狗以食府而闻名 但他们也是记忆娴熟的猎手 来啊 来啊 第一要紧的是霍莫必须习惯吃肉 吃吧 这是肉 来尝尝尝尝 我保证 你只要尝过一口就一定会喜欢 嗨 他只闻了一下就跑开了 真是难以置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猎狗 不喜欢吃肉 吃吧 吃三块 他咬住肉 把肉推了出去 他在说 爸爸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呀 太糟糕了 霍莫回来 嘿 回来 这种食肉动物最基本的行为 没有在霍莫身上显露出来 他不想吃肉 不想吃肉 吃吧 吃吧 我们这儿出了只素食猎狗 我小时候发育的也比较晚 到四岁才丢掉奶瓶 他要学爸爸的样 今天 三个月大的邦哥和蒂卡走出了安全的育儿室 这是他们第一天来到陌生的野外游乐场 你在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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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斑点都已经很明显 很难区分谁是邦哥 谁是蒂卡 真是难以置信 他的皮毛从深褐色变成了斑猎狗特有的斑点皮毛 当他们朝你跑过来时 你得停下来想一想 哪个是哪个 如果在野外 这么大的小猎狗已经开始走出巢穴 进行短时间的外出探险了 这两个小家伙也不例外 人工抚养意味着他们的成长将远离群体生活 你们变中了 哦 我都喘不上劲来了 他们就要进入狮子的地盘了 和小狮子的相处能教会他们与其他动物交流 去吧 霍莫和小狮子成了玩伴 而邦哥则要学学怎么收敛一下他的坏脾气 邦哥一直压制着地卡 但现在突然之间他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了 这里的这些家伙各自要比他大一点 体重也比他重一点 而且他们还有很厉害的武器 和小狮子相处对兄弟俩回归野外意义重大 列构群严格的等级制度需要每位成员认清自己的位置 来吧 霍莫已经六个月了 该让他掌握争夺食物这一重要的生存技能了 等他回到猎狗群后 他得知道如何争取自己的那本食物 他得知道肉是要去抢的 如果现在还没有这种意识 他就适应不了群体生活 凯文花了很长时间才是霍莫对肉产生的 这样能对大脑形成刺激激发他的本能 而且也很好玩 成年猎狗的心脏有狮子心脏的两倍大 因而他们有惊人的耐力 可以追逐猎物长达几个小时 而且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5英里 他们是群体作战 不停地追赶 当猎物筋疲力进时 他们就会扑上去咬住他的喉咙和肋骨 把他拉倒在地 强健有力的肩膀 脖子和恶部肌肉 使他们成了强大的捕食者 进食的时候 群体等级一目了然 等级高的雌性拥有近食优先权 他们会把等级低的猎狗从食物旁赶走 现在霍莫的姐姐马吉加入进来 吃上了一小口 她是乌诺的女儿 所以她有这个权利 可以比别的猎狗先吃 事实上她对他们很无理 尾包往上抬 昂着脖子还会向他们进攻 凯文希望霍莫也能学到一点这样的自信 如果她想吃东西 凯文会让她自己去争取 看来在这方面 霍莫进展得很顺利 太棒了 这是我们老霍莫 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 凯文的坚持获得了回报 霍莫终于开始吃肉了 每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进步 都意味着霍莫的放规计划 往前迈进了一步 但凯文并不知道 霍莫即将经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小霍莫的离奇死亡 让凯文伤心不已 他能查出死亡的真相吗 猎狗兄弟能否换回凯文对猎狗的热情 野性的觉醒 猎狗自然密码正在播出 走进非洲草原 跟拍美丽大猫 沼泽狮群 猎豹家庭 还有花豹母女 它们身上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全新的拍摄方式 是否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呢 大猫群追踪续系列 自然密码下周播出 第二天早上 凯文的世界崩溃了 凌晨时 公园里的工作人员在查看霍莫时 发现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大约十分钟 二十分钟前 我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 说霍莫得了紧张症 他躺在那蜷缩成一团 一动也不动 好像没有知觉了 眼睛也不怎么眨了 所以他赶紧把霍莫送到了兽医那 我现在正赶去那里 对凯文来说 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 在动物诊所里 霍莫即将接受一次初步检查 我有点担心霍莫 因为一般情况下 猎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也在想 猎狗的身体都很强壮 所以尽量不要去担心 因为我想他会好起来的 凯文赶到时 霍莫的情况依然很严重 看上去他好像吞下了某种有毒物质 他的情况不太好 你可以过来看看 兽医克莱尔让凯文做最坏的打算 两个小时后 他给霍莫打上了点滴 希望能使他的情况稳定下来 凯文只能在一边干灯 凯文迫切地想知道 霍莫有可能吞咽了什么东西 于是他打电话到狮子园 让同事查找一下 围栏里有没有可疑物品 有没有毛毯布料什么的 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物品 霍莫的时间不多了 傍晚凯文听到了一个 他最不远听到的消息 霍莫死了 接下来的几天对凯文来说极其难熬 他要等待解剖结果 还要努力让自己接受失去霍莫的现实 解剖结果终于出来了 但并没有揭示霍莫离奇死亡的原因 只是说推断为全身性中毒 很可能吞下了一种重金属 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够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不知道霍莫为什么会死 每当坐下来想起我为霍莫做的种种安排 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 每次看到马吉我就会想霍莫要是活着会是什么样 但是很显然 他永远也不会回到猎狗群了 我曾经那么希望他能回到这个群体 霍莫就像是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想他会成为所有猎狗的形象代表 可现在不可能了 恐怕我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一只小猎狗了 霍莫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简直是万里挑一 接下来几周 凯文要艰难地适应没有霍莫的生活 看看爸爸 霍莫死后 邦哥蒂卡两兄弟一直由海尔格照顾 他们今天可淘气了 凯文正在努力调整自己 在蒂卡和邦哥这件事上 我有点退缩了 不是说我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 而是我的心思不在这 我老想着霍莫的死 我不想蒂卡和邦哥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他不太愿意接近这两只小猎狗 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一些接受必要训练的机会 几周前小狮子还是这个游乐场的主宰 但现在猎狗兄弟开始联合起来 对付年龄和体型都比他们大的小狮子 在他们疯狂玩耍时 凯文觉察到了一些异样 如果攻击失去控制 凯文必须采取行动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凯文一再抗拒 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两只顽皮的小猎狗 他们太可爱 太聪明了 我一直努力地想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但这太难了 你没法抗拒他们 经过那么多曲折之后 蒂卡和邦哥终于换回了凯文 小狮子有些招架不住了 猎狗兄弟即将经历一些大的变化 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家 一个可以约束他们粗忙行为的家 你在干嘛 小猎狗 凯文心里已经有了一些候选者 在一个与主要猎狗群隔离的围栏里 生活着三只特殊的猎狗 他们都是无法融入猎狗群的小可怜 在雌性统治的猎狗群中 他们是地位最低的雄性 身上满是伤疤 绝利 爱约和亨利 是三只被猎狗群赶出来的猎狗 因为其他猎狗不停地欺负他们 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把他们带出来 单独关在一个围栏里 我想解决蒂卡和邦哥问题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他们和这三只猎狗待在一起 以后我们可以再带进来一些雌性 这样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乖乖的 接下来几个月 小猎狗将隔着围栏和这三只猎狗进行交流 一旦他们没有了敌意 蒂卡和邦哥就可以加入他们 从而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哦 伙计 如果他们感觉到威胁 他们会压低身体 翘起尾巴 竖起脖子上的毛发 不停地发出低吼声 成员资格不是唾手可得 而是要争取的 邦哥从一出生就是优势又在 他绝对不会服软 谁厉害 他用翘起的尾巴和狂乱的低吼声 做出恐吓的姿态 这可能会招致麻烦 他非常好逗 是的 我告诉过他们 这家伙会成为 能让我说句话吗 邦哥长大后会成为一只强悍的猎狗 他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些家伙肯定在想 这家伙是谁 这家伙是谁 他真的非常勇敢 眼下成年猎狗还无法让邦哥正视自己的位置 只要他还待在围栏外面 他就是安全了 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 让这两个小家伙加入成年猎狗群 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哪只小猎狗被咬掉耳朵 或被咬伤背部 然后我还得送他去医院 不行 小猎狗今天很狂躁 凯文决定推迟计划 等他们再成熟一点再安排见面 好的 我们走吧 六个星期过去了 今天猎狗们将隔着围栏再次见面 凯文非常紧张 邦哥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有侵略性 比较自负独断 他长大了一点 但情况会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这次邦哥还是表现得那么霸道 那么凯文给他们建立他们急需的新家的梦想 就会破灭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专横的小邦哥 但这一次 他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暴跳如雷 他的尾巴低垂着 这表明他不会造成威胁 他放松了很多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现在他的尾巴是低垂的 没有吼叫声 时不时的交谈几句 大家好像都很随和 这些都是好的迹象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小猎狗将接受最后的测试 然后他们就会进入三只被驱逐的猎狗的领地 根据以往经验 凯文非常清楚 这么做存在一定危险性 可能这次犯规很顺利 下次就出现猎狗背部被咬伤的事 都有可能 你永远无法预料 事情会怎么发展 在凯文的爱护下 八个月大的蒂卡和邦哥 已经长成强壮而自信的年轻猎狗 今天他们就要加入三只成年猎狗的行列 无论对猎狗兄弟还是凯文来说 生活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 因为我好像要失去蒂卡和邦哥了 很快凯文就得抽身而退 看着他的孩子们在无法预知的猎狗世界中走自己的路 围栏里的猎狗们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每一只猎狗都显得警惕而紧张 进来吧 我有点紧张 有点担心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事情你必须去承受 虽然结果可能很悲惨 可能会有一条生命葬送在我们手上 他们的计划是 先让小猎狗待在成年猎狗边上的一个附属龙里 一旦凯文确定所有猎狗都放松了下来 他就会让蒂卡和邦哥加入成年猎狗 平静的气氛让人充满希望 现在凯文必须做出重要决定了 他们是我的小宝贝 我们中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让他们进入这个粗鲁的世界 因为这些家伙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伤害 再晚就会永远错过时机 我真的不知道蒂卡和邦哥能不能融入这个小集团 只要能融入其中 我一点都不介意他们的地位怎么样 关键时刻到了 邦哥一进去就成了猎狗们的关注中心 凯文再也不能保护他了 一只大个子猎狗似乎很想让这只小猎狗乖乖地认清自己的位置 他有点粗暴 在邦哥的脖子上咬了好几口 不过没咬出血 这是个好迹象 我想他要表达的是 你给我好好记着 认清我的地位 但是邦哥表现得很自信 这也许意味着将来他会成为这个群体的首领 邦哥摆出的姿态是 我很自信 我知道我的地位 于是蒂卡又成了关注的焦点 当一只猎狗上去闻他 抓他的时候 他的表现好像在说 我有点害怕 这样他们就变本加厉了 嘿 不许这样 亨利 蒂卡必须经历这个艰难的开端 而凯文只能无助地看着他 说实话这真的很难 每次他们咬我宝贝脖子的时候 我就会站到这里 让他明白谁才是这个群体中 真正占支配地位的雄性 但是人类终究无权干涉猎狗间的权力之争 你必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这种咬脖子拽耳朵的行为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想越早结束 对他们越有利 今天对小猎狗来说充满艰辛 但他们成功地闯过了集体生活的第一关 总有一天你要把你的孩子还回去 或者让他们独立生活 所以看到那样的情况 我很高兴 到周末 这个新集体看上去已经无比融洽了 毫无疑问 蒂卡和邦哥最终在同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等蒂卡和邦哥独立以后 我和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像从前那么亲密了 但他们的确成为了一个拥有六名成员的集体的一份子 在凯文的努力下 猎狗正在逐渐的摒弃那些偏颇的形象 通过对他们的重新认识 人们也逐渐的认识到猎狗 他同样是一种非常聪明 非常强壮 而且也很勇敢 并且最重要的是值得尊敬的猎食者 他们同样应该在非洲草原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好 清净自然解码生命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一份与众不同的工作 困难重重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全靠惊人毅力支撑 14年的坚持 能否揭开大猫的秘密 与大猫为伴 究竟会有怎样的收获 大猫全追踪 自然密码 明天播出 周草原唱的反面角色 强壮 勇敢 他们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猎手 共同的生活 让他们变得亲密无间 生死离别 让他伤心不已 他的努力 能否改变世人对猎狗的片面看法 野心的觉醒 猎狗 自然密码 即将播出 在非洲的草原上 狮子总是扮演着百兽之王的角色 就好像电影当中那些力挽狂澜的英雄一样 但是狮子终身的一个竞争对手 是猎狗 这个动物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总是扮演着一些反面角色 和英雄这个词总是没有什么缘分 比如说什么鬼鬼祟祟了 狡诈 这些都是他的代名词 而在约翰内斯堡的公园里 猎狗抚养员凯文却非常喜欢这些动物 究竟凯文能不能够改变人们对于猎狗这种片面的看法 让猎狗同样成为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捕猎者呢 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狮子园里生活着一百多只狮子 在每年前来参观的数千名游客看来 他们无疑是主角 这座公园里也生活着狮子的劲敌 只不过他们很少为人们所关注 这二十只斑猎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工圈养的猎狗群之一 他们样貌奇特鬼鬼祟祟 却也是不折不扣的勇猛杀手 虽然猎狗不属于宾威物种 但他们在野外经常受到迫害 而且随着人类不断介入猎狗的领地 他们经常落入陷阱或被毒害 凯文的愿望是 让所有人都和他一样 其爱猎狗 在接触猎狗前 我对他们的印象和一些纪录片 电视节目中提到的差不多 觉得他们是臭红红 让人讨厌的食府动物 这种看法之所以会改变 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观察 我每天工作时 都能接触到这些动物 慢慢地我发现 这些动物其实非常聪明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凯文亲手养大了这里的许多猎狗 这些猎狗拥有动物世界中最强大的恶 但凯文却能和他们如此亲密接触 你们这两个淘气鬼 凯文和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几乎成了猎狗群的名誉成员 也许很快就会有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团队 凯文最喜欢的猎狗吉娜 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干嘛呢 对于年轻雌性来说 第一次生产都比较危险 因此凯文对吉娜格外关注 他使劲闻了闻我又舔了舔我 这是打招呼时候的动作 意思是说 嘿你好啊 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最奇妙的是 如果他愿意 他完全可以撕碎我的脸 但你可以看到他非常温和 非常放松 是吗 吉娜四个月的怀孕期已经接近尾声 很快 他就会产下一只或一对小猎狗 凯文希望能亲手抚养吉娜的孩子 过来吉娜 让我听听 嗯 这样怎么了 哦 我能听到你的宝宝在踢你 来 到我腿上来 哦 乖孩子 现在他在表示他喜欢我 是吧宝贝 但是谁都不能保证吉娜 可以顺利地产下幼崽 雌性猎狗会经历一个 异常艰难的生长过程 这是因为他们的产道非常窄 我们都知道这对吉娜来说很难 但我们会密切关注 看看结果如何 吉娜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猎狗群的首领是一只名叫乌诺的雌性猎狗 而乌诺已经在这个季节产下了幼崽 我们担心的是 不知道他会对下级雌性产崽做何反应 目前乌诺的头等大士 能照顾他和他的孩子 在猎狗群里生活必须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 精心的照料 特殊的玩伴 小货墨能否顺利成长 重新回到猎狗群中 野性的觉醒 续系列 自然密码 下周不出 吉娜的孩子死后 凯文用全部精力去抚养三个半月大的货墨 哦 真好吃啊 霍墨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 他身上有我所能想到的小猎狗的所有特征 毫无疑问凯文已经爱上了这只 嘿 走开 这里出了点小问题 嘿 他的叫声引来了其他猎狗 这不是肉 这不是肉 这家伙不想让我靠近他 嘿 冷静点 冷静点 出于母性本能 吉娜依然保护着他死去的孩子 出什么事了 你在跟谁说话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气氛越来越紧张 你怎么了 亲爱的 凯文必须得小心 出什么事了 别这样 他显然是在警告 离他远点 给他留点空间 给他留点空间 好的 你也看到了吧 这里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变化 他肯定认为 我跟这件事有关 但愿 我没有毁掉 我和他的关系 失去这只小猎狗 对凯文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 这只小猎狗很特别 因为他是吉娜的孩子 吉娜很有个性 我一直期待着 通常雄性会服从于雌性 从小就是这样 小猎狗一出生 牙齿就已经长齐 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由于不断遭到姐姐 马吉的撕咬和折磨 霍墨根本吃不到奶 如果再让他留在这个家里 他只有死路一条 多亏了凯文的介入 霍墨才有机会开始新的生活 成为他们猎狗种群的形象大师 哦 别咬我 可逮到你了 等他长到一岁 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被放归到族群中 想到处跑是吧 两个星期过去了 凯文有些担心 猎狗孕妇吉娜还没有生产 我总感觉好像什么地方 有点不对劲 有时候她看上去 挺像怀孕的样子 有时候她的身体 好像又有点瘦 你今天看上去有点瘦 是吧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吧 我就像一个等大孩子出生的父亲 我只能等 因为你什么都不说 吉娜的预产期已经超过了12天 凯文决定再给他一天时间 再不行就得请兽医了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狮子园里 猎狗吉娜四个月的运期 已经延长了12天 这让凯文十分担心 那怎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在巢穴入口转悠 其他猎狗也都显得躁动不安 跑来跑去 吴诺 是不是你在捣乱 啊 我担心的是这个围场不够大 两只雌性猎狗 没法在这一个围场里 抚育后代 出什么事了 你要给我看什么 怎么了 你在那生宝宝了吗 怎么回事 吉娜守护着洞口 这表明他也许已经生下了孩子 但是凯文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嘿你干嘛 嘿嘿 吉娜确实已经产下幼崽 这只熊猎狗的叫声是一种警告 乌诺杀死了吉娜的孩子 哦 照顾他的新生儿马吉 但他可能无法容忍和一只带着幼崽的下级雌性同处一室 吉娜此时还很安全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凯文必须密切注意这里的情况变化 凯文最近在训练的猎狗是三个月大的霍木 今天动物训练员海尔格范德梅瓦 一直在努力跟上这只精力充沛的小猎狗的步伐 对这个小家伙来说 玩耍就是生活的全部 他是第一只我们所有同事都喜欢的猎狗 有点小个性 喜欢到处恶作剧 但绝对不会受惩罚 因为他的小脸大实在太可爱了 但是小霍木的生活并非一般风顺 在他只有几天大的时候 就被迫离开了母亲乌诺和姐姐马吉 猎狗幼崽出生在一个雌性地位高于雄性的母系社会中 雌性幼崽的高丸激素水平很高 所以个头比较大 脾性也比较好痛 一出生就急于争权夺利 如果母猎狗生下一熊一词两个孩子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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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